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馬渣爾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大師第七屆 很久沒有看到Jordan在我們頻道上面出現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馬渣爾對上中國人是會怎麼打吧 我們先稍微簡單說明一下中國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一開始村民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他會有這個肉類不夠多的問題 所以前面可能會斷村 所以一開始我需要大量吃食物 然後產下第一個50個肉 就趕快按下村民 那你們看這邊中國村民已經delay了47秒 但村民數跟Jordan這邊是持品的 那目前看起來中國這邊前期的一個村民 數量策略並沒有領先 反而是有點跟Jordan打持品的狀態 那這個競技場大師戰 村民一開始是九村 所以這個配置一開始也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先稍微講一下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是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騎兵工兵都可以打 而且他的這個中國聯弩 是非常強大的 再配上他的大衝車 哇非常的難產 那我會比較建議玩中國的玩家 在阿拉伯可以打這個中國聯弩 配投石車的一個策略 中頭配聯弩 然後配輕騎兵 是一個不錯的組合 那也可以配擊兵也當然沒什麼問題 那主要是配投石車是會遇到對手 你就會出戰毛兵 那中國人的話 投石車也是蠻好用的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Jordan這邊 那馬扎爾人這個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馬攻非常強 到後期這個反驅攻 可以讓他的攻擊力多加1 射程也加1 所以後期要撐到馬扎爾的馬攻成型 是個關鍵 那他的寶兵呢 只要點下銀罐技術之後呢 也不需要耗費黃金喔 就可以生產 而且就意味著他的寶兵會變成弱馬 而且這個弱馬的血量還 還破百 而且攻擊力還高達14攻左右 基本上跟一隻騎士差不多的傷害了 而且這個他的寶兵呢 馬扎爾標騎兵喔 打攻城氣還會有額外傷害 所以不管在競技場裡面要打火炮 投車奴炮 或者是火炮 巨頭都很好用 所以中國的衝車戰術呢 可能會對馬扎爾來說 並不會那麼有效果 那我覺得這場關鍵打法 應該是中國人要出中國聯弩 然後配大量級兵喔 向前前要 然後甚至混點戰毛兵投石車 或者是配點火炮之類的 會比較適合中國一點 欸中國好像沒有火炮 中國有什麼有點忘記了 太久沒玩中國了 好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經濟看起來 好這個兩塊金礦在裡面 有一塊外露在外面 其實兩邊都是一樣啦 但是其實這個金礦 有沒有在前面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有一些人地圖 看那個時候就在前面 如果這個石頭跟黃金的 位置交換的話 這個如果被潛壓的時候 這個礦產資源就會非常的 容易被陷入到對手的手中裡 所以有時候在打經濟場的時候 有些觀眾們會覺得說 欸這個經濟場資源都在裡面 不太需要去顧喔 其實喔 這個都是對手的一個攻擊標的目標 你只要看到對方金礦在前方 主金在前方 主石在前方 你就可以盡可能去打一個前要 什麼城堡塔壓 或者是劍塔塔公共前要 都是可以做到一些資源壓制的動作 而且都會取得一定不錯的成果 並不會太差 所以 有一些 比較在比賽中 很難看出來的一些觀念喔 可以在這種小細節裡面發現到 這邊 還在去趕路 這個路趕得有點久 Jordan已經在外面 跑了好幾圈喔 他還在趕路 這個路已經早就吃完了 他還在趕 可能這個路 比較叛逆一點 不停滑啊 一直亂跑 之後 快到了 要升到弘電時代 才要去吃完他 那中國這邊是選擇了27P 上城堡時代 上封建時代 準備要來黑跳城 那Jordan這邊也是 黑暗時代 直接要準備升到了 封建時代升城堡 這是一個標準的24P 然後加二村 26P以上 那瑪扎本身是一個 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所以他打起來可能會 比中國人窮一點喔 那中國這邊一開始有村民上的優勢之外呢 農田的產量也是比較多一點喔 大概多10P 不消不 那實質的經濟加成喔 其實並沒有太誇張的強勢喔 那也剛好是因為他是全能型的文明喔 所以經濟帶給他太強的話 可能會有點太過分喔 就跟波蘭一樣 太過分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瑪扎 瑪扎在這邊點下來一級伐木 好 那中國這邊還沒有點喔 這個伐木還沒有點完 慢了一點 是先點了一級農 兩邊都是一個標準一農一木 好先點一下 那到了城堡時代喔 這個分水嶺就會不太一樣喔 就要看一下兩邊會打什麼樣的戰術喔 最後這邊是選擇了下了一個馬舅 他還在出刺吼 去封鎖對方的一個領地喔 讓他沒辦法好好的去出自己的兵 或是看一下對方有沒有出更多的馬 或是按更多槍兵出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前企喔 競技場裡面需要注意的細節 好我們來看一下中國這邊出了一隻槍兵 究竟這邊是直接上青奇兵 沒有按槍兵喔 那有蓋下了自己第一個TC 應該是第二個 直接下了一個TC 然後要補一下二級農二級木嗎 通常這個時間點是不太會補啦 但是中國這邊補了 就意味著他的兵或是TC會下比較慢一點 好這邊第一時間收掉對方的槍兵 然後用自己青奇兵打出了一波優勢 趁對方青奇兵還沒有升級好 直接換了一下 雖然遇到長槍兵自己血量還是虧了一點 好拉回家補血 這邊稍微撞到幾點沒有剩好 直接被戳到殘血 好再度拉回家 滿血的青奇兵再出去 殘血的就回來補血 OK就等這邊細節都有做好做滿 槍兵少量出門會直接被抓光 好少量的槍兵再回血啊 這個就是圍超啊 空得很好 而且這邊勝率也沒有第一時間出門 好這邊一直在繞 感覺中國這邊要打 搶這個聖物負有點難搶 這邊六隻青奇兵 數量憋起來 但是馬扎爾這邊一開始就有二攻優勢 看這7加2 這個就是馬扎爾的最強大的地方 好如果這邊開打起來的話 絕對是馬扎爾這邊優勢非常大 因為他這邊一隻的青奇兵 就幾乎快要等於是中國的一隻騎士的傷害了 騎士一開始是10攻 青奇兵這邊是9攻了 所以馬扎爾在競技場來說 城堡時代不太容易打出 適合這個互打的情況下 是非常有優勢的 但是究竟這邊也沒有很早 就去撿生物 反正是歸了一下 看一下情況 再決定要不要走出去 好那看起來 中國這次要抓到 Jordan的這個生侶了 再稍微加速一下 欸結果 還是找到了 好下面這個生物就去控一下 上面的拿不成 可能要放給對手拿 這邊他們兩個 算是和平共處 並沒有去大打出手 為了這個生物 好這邊想要攔截 可能來不及 Jordan可能要選擇放棄 這邊想要硬追嗎 拉了一隻 青旗兵去追 追完之後打第二隻 哇 這隻青旗兵換掉兩隻三旅 但正面的所有青旗兵 全部被換光了 這集Jordan有點兩敗巨傷 但目前看起來是 中國這邊比較虧一點的 畢竟他損失兩隻三旅 是200黃金 那馬扎爾這邊是指損失的肉而已 所以經濟上來說 其實馬扎爾並沒有太虧了 算是可以接受的一個交戰 好這邊最後Jordan是拿到了二聖物 來看一下對手是拿到三聖物 那城堡Style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要進入帝王Style打後期 競技場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後期的對戰程度 是個關鍵 那有些觀眾會覺得說 五聖物是不是就贏定了 其實也不一定是這樣子 有些高手 就是雖然棄掉五聖物 對方黃金一直跳 一直用黃金兵壓制 但是一直用垃圾兵檔 或是用自己的防守 去用這個操作 一直去換兵 把對手換完 換好換好滿 然後造成很多 這個對方失誤的時候 在進行大反攻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戰略遊戲最有趣的地方 看起來穩輸的場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 當你覺得穩的時候 就有可能被反殺 應該是這個道理 好 瑪莎雅這邊也點下帝王時代 中國人這邊有稍微領先 村民宿目前是79村打79村 兩邊村民宿持平狀態 所以你看這個中國本身 這個經濟加成並沒有太大明顯 只要前面的村民數量沒有領先 後面經濟就跟沒有加成的村民是差不多的 那瑪莎這邊DC的Delay 還是TC的Delay還Delay到五分鐘 這代表他的TC並沒有一直運轉 而是有稍微斷存斷存這樣子 好這邊第一時間去抓老頭 抓掉了非常漂亮 究竟這邊兩隻清奇兵力大的攻 但是這邊已經偵察到 對方要來前線蓋城堡 這邊現在究竟沒有太多兵力可以做反擊 這邊槍民直接上來硬戳清奇兵 清奇兵整備趕跑 中國這邊打得非常潛壓 OK但究竟也是在這個圍牆之處 也盡力移動城堡 好想要盡可能守住門面 好地龍斯丹一好 但城堡還沒有好 所以中國這邊並沒有拿到 鑽魚頭實際的生產優勢 好究竟這邊有點卡人口 111人口 好鑽魚頭蓋好 這邊還先點一下了 專瓦技術跟工程工程師 要來增加一下工程器的傷害 還有這個建築的血量跟防禦力 血量直接領先 領先大概480滴血 可以多扛兩發巨頭 中國還補下了化學 改點都有點了 補一堆房子 其實在建築場裡面的房子 我覺得有點麻煩 地方是 你在裡面蓋房子的話 就意味著你安全的農田地區 會變得非常少 你一定要被迫 去外面灑一些農田 或是也要再重新都市規劃一下 所以在建築場的時候 房子 像中國這樣蓋的比較 邊邊角角 可以空出一些空地來 轉出更多農田 會比較適當一點 這是個人的小建議 當然你也可以像做人這樣子 隨便亂蓋 但是就是你的農田 就要保證自己可以打出去 那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中國這邊果然是補下疾兵的升級 這邊也是搭配一台衝車跟槍兵 先疾兵的一個動作 麻薩爾這邊要轉出更多槍兵出來防守 但麻薩爾的槍兵並不是太強 而且沒有三級防 所以戳起來的話 戳到最後可能是會劣勢的 但中國這邊有三防守關係 所以兩邊槍兵互戳 肯定是越戳越賺 那這邊 建築雪也點下 專瓦技術之後建築雪也直接硬上 這邊還直接下了三級伐木 經濟打一個最好的 那麻薩爾這邊比較少見的地方是 他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有三級農三級木 到帝王時代 所以其實這個經濟是非常好的 大家千萬不能小看這個三級農三級木 到了這個後期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科技 結果你就會發現 村民不用按這麼多隻 經濟1就很好 這就是三級農三級木的功勞 很容易資源就會爆到好幾千 甚至破萬 這邊是三巨頭直接開拆 對手馬扎爾這邊也是巨頭護拆 這邊四巨頭 而且還有化學 兩邊城堡血量一直瘋狂修 這邊感覺中國的村民拉的並不是太多 所以造成這個城堡可能要先掉了 馬扎爾 很努力修城堡 最後一發 馬扎爾這邊可以拿下了 但這邊巨頭司儀要拿下來有點困難 打完城堡之後開始砸巨頭 但是馬扎爾這邊沒有石頭了 這裡趕快再買石頭 買一百石 哇這裡不買啦 直接放棄 果斷棄堡 兩邊都失去了城堡 這邊沒有決定要繼續架起來 反正要先撤退 但是收起來的時候是最危險的時候 哇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巨頭時間 每次一收起來 可龍就會被對方巨頭給砸到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模子的關係 怎麼有這種錯覺 但卻少中我也是被砸掉一台巨頭 小虧了一點 好 那他果然 就這樣 把這個經濟的往外開 外面蓋了一個TC 好 轉出了中頭 他的馬扎爾打中頭也沒什麼問題 好 兩邊進入了帝王十代偏後期的狀況 但兩邊都還沒有轉出自己的關鍵兵種 馬扎爾的馬弓還有中國聯弩都還沒有產出 中國這裡沒有中國聯弩 最簡單的原因只是因為城堡第一個壓在前面 所以很難產出來 巨頭時機要瘋狂的按 如果城堡掉的話 後面要再補一棟城堡 才可以順利的去補下自己的中國聯弩 要再補下一棟城堡也是很困難 因為剛剛兩邊在戶頭城堡的情況下 已經花費大量的石料了 現在石料再重新採集 現在才能再蓋出一棟 當然中國聯弩也要很難按才按得出來 這邊是絕地直接上了強弩 強弩是比較快速成型的 而且可以大量生產 那馬扎爾這邊轉出頭時車 不管是打疾兵或是打對方巨頭 所有的單位都非常好用 強弩也是很容易就被打掉 另外中國這邊會點一下救贖思想 去增加這個印刷技術 來遭對方頭時車應該是最好的選擇了 定應頭時車的射程只有7 救贖思想配上一雙技術是12射程 現在黃金消耗量是蠻大的 但是對上麻渣人這個搭配喔 確實轉出生旅來 應對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 正名軍與投資機架了起來 槍弩上面瞬間想要騷擾 射到村民嗎? 沒辦法 直接往前射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戰鬧血還沒有好 還是順利的射掉蠻多的村民 這邊小虧了一下 村民術被拉開了 139對118 中國這邊的打法還算是蠻OK的 這個是ST4RK 這位也是在推取波羅的高手 大概是2000分左右的玩家 2100 2200 2300那邊 沒記錯的話 這邊巨頭直接反制 頭車直接硬砸 這就是我說的 頭車不管要幹嘛 這裡都很方便喔 直接砸爆 再找後面的擊兵 傷害極高 再揮頭砸一下嗎 先砸生旅 生旅躲掉 巨頭C架了起來 槍弩回家 回到城堡底下 馬大這邊有三級攻的優勢 所以直接戳爆對方的擊兵 中國這邊擊兵沒有三級攻的關係 所以瞬間被打爆了 在近戰互打的情況下 Sale的攻擊力優勢就是最大的 而不是防禦力 化學這裡也補下了 頭車再發 差一點就打中了 馬大這邊的攻勢 非常強烈啊 隕石樹砸得非常準 這個施法我給100分 中國這邊慢慢撤到了 馬舅的後方 這裡沒有城堡了 城堡只有在後面有移動 但在用城堡子單純來防守 也沒有想要出中國聯弩的意思 中國聯弩也很害怕頭子車這個單位 因為他的中國聯弩是偏手短的攻兵 雖然傷害極高 防禦也沒有到非常高 就是害怕對方這種 大規模的殺傷力的工程武器 例如火炮 頭子車奴炮 其實中國人的中國聯弩都是很害怕的 這邊打一個分推殺了 然後這邊中國人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這邊被壓 但還不忘 要去打其他地方 那這邊有稍微擋住的話 可以讓Judon這邊擴張 再稍微慢了一點點 就讓自己就有機會可以回血 甚至反推掉這一波兵 但目前就在這邊正面 兵力大量防守 而且金礦這邊也躲了下來 慢慢轉出了這一點馬弓 中國這邊則是轉出了吉兵跟清奇兵 一個清奇兵加上吉兵的路線 強弩沒有繼續出 黃金還有非常多 那我目前覺得 中國這邊可以稍微轉一點 一樣投石車之類的吧 人家出中頭 並不代表你不能出啊 對不對 我覺得中國人也可以長個中頭 去對抗一下比較好 但現在中國可能沒這個意思 他現在覺得自己被壓在家裡打 現在很難受 趕快出巨頭反擊 後才砸一發 歐呦 全部砸光 強弩直接送光光 還好他沒有按更多的強弩 越按可能越虧了 這邊看好不好轉一些戰毛兵出來擋 但是現在肉量跟木頭其實不太夠 要支付這個吉兵的生產量 其實基本資源就不太夠用了 而且待會還要出些肉嘛 好那馬渣要點下了銀罐 和尾尼安軍隊 等一下之後飆和 不是飆和精神 這個馬渣要飆起兵 就不需要黃金了 好這邊在開始輸出 下方軍隊又在開打 這邊吉兵配上奴兵的搭配 正面引出的過來 右邊拆到頭車 這個分隊打得不錯 清騎兵做到一些事情 抓掉工程器就很賺 那Jordan這邊還不忘拉了一隻女村民 在後面支援被打到殘血的頭子車 好這個砸一發想砸落馬砸到了 非常漂亮 直接用頭車反制了一下清騎兵 但清騎兵的機動器跟殺害力還是不錯的 直接硬吃掉了一些中型頭死機 鬆頭 好 中國這邊打得已經算是蠻不錯的 這一波擠得很漂亮 只剩下一台頭子車而已 但這邊這座城堡 馬砸也沒守住 中國反擊這一波打得確實漂亮 上面再重新建立起了一個新的殖民地 這個經濟特局跟這個軍事都有把他把握起來 這個金礦絕對不能掉 這是他最後的命脈 兩個人在挖金 因為這個金也要盡可能搶回來 但是這邊要怎麼搶回來是個問題 雖然現在有黃金的數量優勢 現在還有兩千多 對上一千 那這邊要真的打出優勢來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中頭配強弩 甚至配這個中國聯弩 會更好一點 好 那瑪扎直接點下了反驅弓 反驅弓點下之後 馬弓就會到達非常強大的一個地步 非常難慘的 顏色對方的戰毛兵也會刺得非常痛 好 但中總馬弓還沒有升級好 中總馬弓需要一點肉量 就擺囉 這邊看他投資車要不要砸一下 你有看到 這邊讓吉兵直接原地開的 吉兵硬錯的話應該沒什麼開的問題 換起來並不虧 投車再砸一發 OK 中國這邊果然轉出了大量衝車 要來當衝車大將軍了嗎 但是馬扎人這邊打得非常穩 先清除競技場外面的 這個中間空地的所有的軍事建築物 當然對方也是蠻聰明的 趕快在上面再建起新的殖民地 上方這邊直接變成開打 這邊決定不繼續打了 反而就往後直接拉走 向來上方回救 重點下拇指環跟重裝馬弓升級 塔扎爾的馬弓重腰成型 中國也這邊按出了一些中國聯弩 重點按出來了 沒有中國聯弩的話 就好像失去了拉麵一樣 沒有靈魂啊 應該是沒有湯頭 他沒有拉麵是什麼鬼 好衝車這邊升級好大衝車 270滴血 好暗血人戰術跟弓兵戀甲 直接補好了 馬扎使用大衝車想要硬頂中頭 中頭有會被頂到的可能性嗎 這邊可能要趕快按一下馬扎標騎兵 標騎兵打工程器速度非常快速 好這邊用頭車直接砸毀兩台衝車 衝車直接全部被擊垮 中國這邊的志願也快要見底 剩下七月紅金 但這邊更見底的是馬扎爾 馬扎爾這邊黃金剩三百 那他這邊挖黃金的村民還是非常多 但中國人已經庫存不多了 好像轉一些戰毛出來 但戰毛遇到頭死車就會很難受 非常難打 我覺得中國這裡沒有轉頭車戰毛 配中頭 然後再配點中國連弩 這個戰法是有點可惜的 雖然大衝車也不錯 但大衝車就是我們開頭講的 這個馬扎爾標騎兵很容易縫住大衝車的打法 那這個戳一下傷害多高啊 25滴血 馬扎爾標騎兵戳一下25滴 衝車 戳了十下 就已經殘血了 剩下一點血量而已 戳了十一下就爆了 這個重型衝車 所以馬扎爾爾在這方面 是蠻強勢的 而且馬攻射程又非常遠 巨型投資機想要反之 這邊還是有做個操作 下方這邊再想要偷偷蓋出來 這邊做一個包夾 下面馬扎爾標騎兵拉了一些 到了下方想要來拆均勻投資機 這邊均勻投資機被拆掉了一台 沒有問題 第二台能夠有機會嗎 但這邊使用一些疾兵擋住了 標騎兵的屈辱 但這邊不管疾兵直接硬上 直接瞬間戳掉兩台 第三台 也可以戳得掉 這就是馬扎標騎兵的威力啊 就算這邊送光也不足為期 而且非常賺 反正都是肉而已 沒有黃金 一滴黃金都沒扣 反正是對方扣了 六百黃金 差點說四百 這邊繼續行投資機 繼續生產 那現在就是馬扎爾這邊 有繼續行投資機的優勢了 這邊迅速拆車毛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面有更多衝車走出來 想要來吸引一點 馬扎爾的這個馬攻傷害 但是馬扎爾標騎兵 又可以迅速的 將衝車可以解決掉 而且這裡還有中頭的搭配 打工程器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頭車強力砸了一發 這邊兵損失非常多 這邊炸了一發 這邊躲掉 馬扎爾標騎兵 瞬間解掉了衝車 衝車沒有成功能解掉巨型投資機 反正是巨頭拆掉了中國這邊的城堡 馬扎爾標騎兵直接長驅直路 現在看到沒有城堡 想要死兵亂串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馬攻就去往前壓 完蛋了 這邊中國被迫轉出肉馬 這邊肉馬想打誰都有點困難 標騎兵打不贏 疾兵打不贏 馬攻擊打不贏 可以打贏頭車 但頭車有重兵把守 所以能換到的機率也是 但是長期換下可能是會虧的 那就要來看一下中國能不能再轉出更多的黃金兵 這邊黃金挖的也不是很多 而且又被壓到這邊軍事出兵之一 就在這邊越打越起勁 中國這邊終於打出了巨局 哇 Judon這邊打得非常穩 他沒有 直接想要直接把對手給撵爆 反正是慢慢清對方的建築物跟兵 這個觀念蠻特別的 因為大部分的玩家都想要直接一擊必殺對手 但他這邊也是有遵守的戰法 真的雖然不太想要再去提什麼孫子兵法 但這個也是孫子兵法的一種 就穩扎穩打 盡量不要跟對方大舉一戰 去透過小型騷擾軍隊 讓對方 被迫出兵 然後自帶 瘋狂壯大自己的實力 把所有的科技全部點出來 你看步兵全部科技全滿 雖然中國這邊也是 那這邊中國投資的東西太多 而且黃金也沒完全挖完 你看這邊黃金一直被Judon挖走 呃 我覺得Judon這邊打得非常漂亮是中頭直接出 呃 中國這邊我覺得反而是要出 更需要出中型投資車 但他反而沒出 那有人會說 他可以馬尚也可以直接用這個馬尚的標旗幣 直接戳掉中頭 所以中國這邊要出一些疾兵之外 也要出一些戰毛病 甚至出這個中國聯弩 原因就是因為中國聯弩打標旗幣的傷力也很高 通常可以第一波交代的時候就射掉一些 那剩下少量接近的時候再靠疾兵去解決掉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覺得中國打的還算是很好了啦 因為他你要想他這邊已經撐了非常久 而且前面又被壓制住 好不容稍微打回去了一點點 但終究還是被壓在金荒處的下方 相當可惜 來看看經濟 經濟部分是由中國這邊拿下木頭跟食物的優勢 黃金數稍微 少了一些 黃金真的少蠻多一直被壓制的關係 但是馬扎這邊 石料跟黃金是贏的 生物是由中國贏的 所以我才說中國其實也打得並不爛 只是他的出兵是出錯而已 如果能早點出中頭的話 這些馬工 甚至那些疾兵 頭車 都有可能 順利的反擊回去 說不定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拜拜